12月3日,今年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在会上,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时安就全面贯彻实施基本法谈两点认识和体会。 一是全面准确贯彻实施基本法,必须坚持权力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 维护国家主权利益,保障澳门繁荣稳定。 崔时安指出,澳门回归祖国20年来,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在广大澳门居民的共同努力下,澳门的各项事业取得了全面进步,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 在基本法的保障上,澳门保持了原有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 澳门特别行政区按照基本法,实行高度制止,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身权。 澳门居民依法享有港犯的权利和自由,确保了经济的增长, 社会的合适,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各项事业都要强述的发展。 崔时安强调,在享受基本法保障的同时,澳门特别行政区也一直在积极履行限制义务, 将维护中央全面管制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 不断完善基本法的配套立法和规定,完成了国家安全法的本地立法, 设立了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深入推进澳门的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和城市安全建设, 携手各界共同铸牢长治久安的社会根基。 二是全面准确贯彻实施基本法,必须充分发挥基本法赋予澳门的制度优势, 与时俱进推动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愿。 澳门特别行政区情的以来,我就顺热了, 特别行政区政府服务市民, 为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同时也是潜行者。 这二十年的经历,使我深深地认识到, 一国两制和基本法, 既能保证澳门特别行政区, 有一个基本,有强大的国家, 做后腾和机场, 要能保证澳门特别行政区, 有两制精力,保持高度积极和地域的优势, 从而实现长期的繁荣稳定。 这样的制度安排, 不仅是尊重历史, 精细现实的客观需要, 而且能够十分有效地保证和推动澳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崔石安认为, 一国两制事业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 澳门一国两制二十年来的成功实践, 以事实印证了习近平主席的科学论断, 一国两制是完全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 同时, 亦充分证明贯彻落实宪法和澳门基本法, 是保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关键, 必须长期坚持。